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次我们停留在body defens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你们就可以先翻开body defense 4.2的部分 我先开始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身体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啊 所以我不再拖那么久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那个body defense ok body defense啊 所以这个body defense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些的防护系统啊 ok 毕竟那些病原体呢 ok betagen就是病原体啊 ok 就比方说病毒啊 细菌啊 真菌啊等等之类 ok 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到他们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呢 其实我们的那个body defense 所以我们的那个body defense mechanism呢 这些防卫系统呢 它其实是会有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啊 ok first line second line 跟 third line 所以每一个呢 它都是会越来越专注啊 就是会比较specific一点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first line的话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啊 所以如果你跟着你的课本那一边的话呢 你跟着你的课本的话呢 我们first line的话 它就是当然就是会有我们的皮肤 然后也是会有那个我们的汗液 跟脸上的一些些的皮脂啊 就是那些油油的啊 ok 你通常你运动的时候呢 你多数都是会流汗 然后也会感觉到你的那个脸那边觉得很油的 ok 所以这一些油呢 那些所谓的油呢 我们是叫做sebum 对吧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都是有它的作用 它都是要trap跟避免那一些 pattergen 病原体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啊 对吧 所以呢 在接下来啊 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些的mucous membrane 哦 要粘膜啊 所以当然这一个也是一样 就是要prevent 那一些病原体跑进我们身体里面啊 等等之类的啊 这个就是上一次的啊 所以除了这一个first line以外呢 当然我们要懂second line咯 ok 所以second line的话 它是会比较有一个专义的名词 我们是叫做phagocytosis phagocytosis phagocytosis呢 其实就是叫吞食啦 ok 所以就吞掉它 吃掉它的意思 所以吃掉它呢 就是白细胞 所以呢 在你的那个做答题里面的话呢 你最好就是不要讲 ok 你可以讲phagocytosis 或者是你也可以讲有一个字 有一个字就是叫engarf 等一下 我在这里写一下啊 有一个字其实你也可以用来做解释的engarf engarf engarf也可以 可是通常如果我们解释这个second line的话呢 你一写phagocytosis 我其实是懂了的 因为phagocytosis是一个process 是一个过程的名称 给你一写就立刻马上就会有分 所以engarf的话 你就必须要解释到一大堆啦 水engarf等等之类咯 所以就是这一些啦 这个我就擦掉先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课本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white blood cell and engarf 就是这个 and digest the pathogen using enzyme through phagocytosis 所以phagocytosis就是一次解释完全部 因为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来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叫你们highlight起来就是这样啊 ok 然后接下来 lastly就是那个third line the third line就是会讲到我们的抗体 抗体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 抗体有分不同的形式 ok 这个是其中一个形式咯 就是让他们climb together啦 就是让他们climb together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如果你要讲 你要知道更深入一点的话 这个是要上到高中的啊 所以这一个更加深入的 我就不谈那么多 啊 所以抗体呢 主要的就是要帮我们身体 辨认出那一些possible的bethogen 或者是外来的东西 啊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防疫系统呢 就只是三个不了 ok 第三层其实就是最后一层 如果突破第三层的话 你就可以讲你就是完蛋了啦 或者是你需要一些药物来帮你了咯 ok 所以第三层的这一些抗体 它其实就是帮我们身体 辨认这一些bethogen true什么呢 所以这一些antibody 它其实就是好像类似 Y的形状 alphabet哦 英文字母 Y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会黏在 那一些病原体身上咯 因为这一些antibody呢 这一些抗体呢 抗体呢 它就是会透过病原体身上的抗原 之前我就是有跟你们讲过 每一样外来的东西呢 只要它是有机物的话 ok 它是有机物啊 ok 它们身上呢 都是会有那个所谓的抗原体 ok 比方说真菌啊 病毒啊 细菌啊 或者是一些些的毒液啊 等等之类 它一定是有那个抗体的 它会detect到的那一个东西 所以这一些东西呢 我们就称之为抗原啊 就是类似这一些外来者的身份证这样咯 ok 所以那些antibody 知道这一些antigen的话 或者是它辨认到这一些antigen的话呢 它就是会立马做出反应 ok 只是这一个 third line of defense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很玄啊 ok 就是说我们要中了一次过后 你的抗体才会生出来 呀 并不是讲你中了那个病过后呢 你就立刻会有抗体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中了过后 我们身体要慢慢适应它 ok 适应了它才能做出抗体 ok 所以呢就是就是因为这样呢 我们的那个covid-19就是一直不断持续一直这样咯 这样下去咯 因为那一个它就是要等到你的抗体出来 然后呢如果抗体出不来的话 它就是要做vaccine 他一定要做vaccine 所以呢这个vaccine呢就是你下一个slide ok 下一个slide就是会讲到vaccine咯 所以这些疫苗呢其实就是会帮助我们身体 加快它的速度就是要催我们身体 快点做抗体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vaccine它其实里面就是含有弱化或者是死了的病原体 你可以看到weakened or dead virus or bacterium 就是那些病毒跟细菌咯 ok 所以这些呢vaccine呢它其实就是要加快你身体 制造出antibody的那个速度了 ok 就是催我们身体 尽早尽可能先做出antibody出来 做出antibody了如果我们中招的话 中到那个病的话呢至少你不会那么这样痛苦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vaccine的作用了 ok 所以这一些呢你当然就是要去背了 immunization是什么意思 ok 要打vaccine的意思了 然后vaccine呢又是什么意思等等之类了 ok 你也要懂antibody antigen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这个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谈那么多 所以呢我们再接下来的话呢这个chart 其实你不需要去背 ok 不需要去背 ok 看过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一些呢其实就是你的vaccine的那个 那个时间表啦 我们这样讲啊 ok 多少多少几岁几岁要打一次咯 ok 通常如果你有在政府学校读书 或者是在读中里面读书的话 总之学校他们通常都是会优先考量这些部分的 ok 所以他们会定期有时候就是让女同学男同学打针咯 ok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啊 ok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那些chart里面的那个shortcut的名词啦 ok 比如讲BCG 它代表的就是bacillus calumet guarin ok 所以这个BCG啦 主要的就是要对抗那个肺炎喔 ok TB tuberculosis ok 所以BCG其实就是要打对抗那些肺炎的 ok 所以通常就是这样罢了啦 ok 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学过的东西咯 ok 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学过的东西咯 ok 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来咯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吗 science info antibiotics antibiotics 所以这个antibiotics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抗生素 ok 所以这个抗生素呢 其实不能一直吃的 因为医生喔 通常我们发烧生病的话 生病发烧的话啦 他们通常是不会那么容易给我们抗生素 因为毕竟抗生素呢 你其实是越吃 吃越多 它的效果就是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弱 他们就是生怕那一些病原体 会免疫掉这一些抗生素 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会等到 没有办法之下 就是说你的病一直 不能好不能好的话呢 他们才会给你抗生素啦 不然的话我们是不会随随便便给的 因为这一些抗生素呢 其实它里面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些抗体啊 还是什么啦 就是它是 就是外面的抗体咯 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打掉那一些病原体啦 所以呢 他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给咯 毕竟不是我们身体里面制造的东西 就是怕那些病原体会免疫掉 弄到你的病越来越惨 所以就不会随随便便给啦 所以这个只是它的一些些的 Information啦 所以这些抗生素我觉得你们应该是 不会那么陌生啦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刚才我们有讲到 Third Line跟 就是那个Third Line 就是我们会 牵扯到我们的那个人类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嘛 只是这一些免疫系统呢 它就是会有两种 OK 一个是被动 一个是主动 所以这一个也是一样 你们要记录下来 所以它会分为两大种类 一个是被动 一个是主动 当然被动的话 它会有分为自然跟人为咯 Natural跟Artificial Natural就是自然 Artificial就是人为啦 就是我们自己给它的啦 所以被动它会分为自然跟人为 当然主动它也是一样 会分为自然跟人为的 OK 只是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会分为两大 两大免疫系统啦 就是一个就是被动 一个就是主动 被动免疫 主动免疫 所以这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区别咯 所以呢这里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另外一面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课本 你的课本哦 另外一面的话呢它就是会 跟你们讲主动它到底有什么 被动它到底有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 其实Active跟Passive呢 就跟你们国语跟英文一样 OK我们有Active 那个 然后Passive OK Active Word Passive Word等等之类的 就是背跟药的那一种啦 所以这个就是类似这样啦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Passive先啦 OK Passive Immunity 所以Passive Immunity呢 刚才我就是讲咯 它有分为Natural跟Artificial 嘛 Natural就是讲是自然 跟Artificial就是讲人造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个呢通常 Passive Immunity 它都是来自于外来的 通常都是从外面拿到的啦 OK 所以呢通常呢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Passive Immunity呢 它通常都是会很短暂 OK 所以可能要你们再Extra记录下来 就是说Passive被动免疫呢 它通常都是会从外面拿进来 可是呢它也是一样 它会很短暂 就是说它的效果会很短暂 就是说它的效果会很短暂 对吧 它从外面来 可是呢它也是一样 它是它的效果会很短暂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Passive Immunity的区别啦 OK 外来 外部来源 然后呢 它的效果很短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Natural到底是怎样呢 所以Baby OK 从Baby那边开始 其实如果我们为他们喝人奶的话 其实它就是算是一个Natural的Passive Immunity OK 为什么呢 因为Baby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 其实没有那么强 OK 为什么COVID-19它之前的说法就是它会专攻Baby 或者是老人 因为这两个Generation的人呢 他们的免疫系统其实是会比较弱 因为毕竟Baby刚刚出世 所以它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完全全 develop出来 还并不完整 所以它们是会比较弱 所以我们要怎样boost它的免疫系统呢 就是要透过喂人奶 因为人奶呢 它就是会有来自于妈妈的抗体在里面 OK 所以就帮Baby暂时抵抗一些些比较弱小的疾病 所以当然这个immunity是会temporary 是会短暂 OK 所以比较短暂 所以就刚才跟你们讲 Passive都是短暂的 无论是自然也好 人造也好 都是会很短暂 你可以看到它的graph OK 到了过一段时间过后 它就是会shut掉下来 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曲线 OK 曲线 曲线呢 它其实就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过了这个曲线过后 它其实就是可以达成 就达标啦 我们的意思啦 它要过这一个曲线的这一个level咯 我们的免疫系统才可以达标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了一段时间过后 它就是会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讲通常 Baby的话呢 就是尽量先一开始就是先为他们和人来先 建议啦 OK 所以除了natural以外呢 我们当然就是会有artificial OK artificial的话就是人造啦 所以通常我们artificial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就是刚才有跟你们讲过嘛 因为我们免疫系统呢 如果你要让你的身体自己制造出抗体的话 你是需要一段时间 OK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被蛇咬到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OK 你被蛇咬的话 你当然就是要去医院 然后医生帮你打针嘛 所以通常打的那一个针呢 我们就是会放nd serum 血清 我们就是会打血清进去里面 因为血清呢 它就是会有这些抗体 因为你被蛇咬到的话 你的身体来不及制造出那些抗体 OK 因为你要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才会有那个抗体 所以你被蛇咬到的话 你要等那个身体做抗体出来 你早就已经死了 我们来不及了 所以呢 他就先打这些血清进去里面 就是先帮你杀掉这一些病原体 先帮你杀掉它 所以这一些血清呢 其实它的效果是很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针 它就是会直接shoot上来 直接达标 超过你的免疫系统的level 然后过了一阵子过后 它就是会掉下来了 所以通常我们是要再打多一次 你被蛇咬到过后 通常医生就是会先打一支针给你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呢 可能又要回去复诊的意思 所以这一个两个就是它的区别 一个就是natural 一个就是artificial 它们都是passive immunity 共同点呢 就是它们都是from external sources 跟它们的effect是很temporary 一下 如果万一考试有问到你们passive immunity的共同点是什么 你可以写gains antibody from external sources 或者它的effect它的效果是temporary的 这一些都是它共同点 OK吗 不同点就是这两个啦 一个是从人来 一个就是打针喔 然后它的graph也是一样不同点喔 OK吗 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就是要接下去另外一个那个immunity啊 就是active的啊 因为我们这一个是被动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动咯 主动就是靠我们身体了啦 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动的话 通常都是从外来的因素得到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主动又会是什么呢 哦 刚才忘记给你们写 抗血清啊 OK antiserum Temporary就是零食咯 暂时啦 OK 它会很暂时的 就是说不会长久 OK吗 所以一个是natural 一个是artificial antiserum 抗血清啊 OK 它是零食的啊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proceed喔 OK 我们再继续啊 所以我们再继续的话呢 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passive以外 我们当然就是会有这个active immunity 主动的免疫系统 主动的免疫喔 所以呢这一个主动免疫呢 当然它的共同点 它的similarity就是会有produce its own antibodies 就是说我们身体会自己制造出那个抗体 然后呢它的effect是很last long的 OK吗 所以如果考试它有问到你们共同点的话 也就是说similarity OK 等一下 我写出来一下 所以通常呢 考试呢 它 会有两种不同的问法啦 OK 就我等那个one note出来之前 我先暂时先讲解一下先喔 OK 所以呢它会有两种不同的问法 一呢就是叫你自己 比较它的不同点 它的differences 或者是呢 它就是会要你们写出它的共同点喔 OK 等一下我会写出来给你们啊 OK所以呢 它共同点再重复多一次 就是它会身体自己制造出抗体 antibodies 跟它的effect 它效果会很last long 所以呢 当然它就是会有分为natural跟artificial natural呢就是说 你种了一次过后 你第二次就是会有抗体了的 OK For example 就是你的水痘 水痘 出水痘喔 OK 所以通常出水痘的话呢 你种一次过后 你第二次就是没有了的 所以它会很持久一下 除非呢 那个水痘进化成变成很强的那个virus啦 那个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 通常我们种了一次过后 你第二次就是会免疫了的 OK 只是它需要一段时间啦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它的graph 就是会这样慢慢起咯 就是一条线就是等你一个礼拜啦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 五个礼拜 就是要慢慢才能起咯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natural啦 OK natural啦 natural的 natural的 active immunity啦 OK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 除了自然以外 我们当然还是会有artificial咯 所以artificial的话就是人造嘛 所以人造的话呢 它就是会先打针 比如说vaccine 你疫苗 打那一些死了的 或者是弱化的病原体进去我们身体 然后呢 就是逼我们身体 产生出这一些抗体 你看看 就强迫我们身体 就是加快它的速度啦 产生出这一些抗体咯 哦 所以通常vaccine呢 都是要在你 还没有中招之前 才来打 通常中了过后呢 你打了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就是要等到你 中了之后 中之前 才来打啦 通常都是这样啦 通常都是这样啦 中之前才来打咯 它的效果是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它的共同点就是 它会让我们身体 自己制造出抗体 然后呢 它的effect 会很last long 会很持久 不同点呢 就是e-natural 就是我们自己中招 让它过了一段时间过后 才来产生出抗体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先打vaccine 打vaccine了 你才可以 就是逼你的身体 制造出这些抗体咯 OK吗 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呢 刚才我就是有讲过 就是 我就是有讲 那个问答题哦 它通常都是会 有两个不一样的模式啦 如果你要讲那些 共同点跟不同点 所以呢 如果它的那个问答题里面呢 它有出现出就是 叫你写出它的differences OK Differences 或者是comparison 还有这个contrast OK 所以呢 这一个的话呢 你的回答 你的answer啊 你当然differences的话 你就是要写differences哦 就是不同点啊 这个我写话语啦 就当然你就是要写不同点啊 不同点啊 不同点 如果它叫你compare 或者是contrast的话呢 你就是要写共同点 还有不同点 OK吗 好 问题就是这样哦 它如果叫你写出differences的话 你就只是写不同点 就OK了 如果它叫你compare and contrast OK啊 所以你就是要写 共同点 跟不同点 OK吗 所以在你们初衷里面 它如果这个compare and contrast 给你三分的话 你就自己自由咯 你要一个共同点 两个不同点 也OK 你要两个共同点 一个不同点 也OK 啊 所以总之你不要 你不要只是单单写共同点 罢了 或者是不同点 你要参参哦 如果你中到类似这样的题目的话 所以提醒一下 现在我们的meeting 还剩下 两分钟了啊 所以等一下会突然间断开 所以断开的话 需要你们再进来多一次咯 OK吗 所以这个differences 还有compare and contrast 你要分得很清楚啊 OK 因为这些都是致命伤来的 有蛮多个学生 就是一直犯同样的错误 compare 忘记写共同点 这个就是错误了 所以就是希望你们可以 注意跟记得啊 这个东西 尽量写啦 不要空咯 OK 答题目 它三分 你不要只是单单写三分啦 你写四分给他 OK可以的话 你就炸五分给他 OK 如果你只是单单写准准给他的话呢 其实如果错了一个的话 你真的就是 不见掉那个分数咯 就是怕这样啦 有些人 不小心liquid了 然后忘记写回去 他又在错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小小的错误 就是会弄到你失去分数啦 所以这一些就是不值得咯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通常 题目如果给你一两分这样的话 你可以的话呢 你就写多一点咯 就只是一个backup啦 OK 它是不会倒扣的其实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还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现在是少过一分钟的缘故 所以你可以讲一下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再proceed了哦 OK 所以因为现在它会突然间断开啊 所以就是要心里准备一下 给你要再进来多一次哦 都没有事啊 你自ік 我觉得摩ія